本人為了捍衛清白 當下表示拒絕交保 我寧願失去自由接受羈押 為了就是要凸顯出 這件事情是多麼的離譜 檢察官一直勸說我 將近一小時 後來也考量到家人 及雙親的健康 或於無奈同意交保 台中地理署針對本人 做出搜索的兩個按鈕 一個是竊佔國有地 一個是委託文書 本人的妻子 陳日玲合法邀租國有地 以付了完整的租金 合法成租 何來竊佔只有 委託文書 本人殺戮的房屋 已經做了真實的交易 交易的金流 資金流向 買賣合約 都以提示給檢方 也都在台中提檢署 資料都在扣押當中 至於說 何時搬遷 如何使用 如何交易 是由買賣雙方協定 只是因為本人 的物品 沒有完全搬走 就指控本人 買賣房屋是假買賣 對本人以 偽造文書 的罪嫌 來進行搜索 直到昨天深夜 將近十二點 檢察官預支 一千萬元交保 本人為了捍衛清白 當下表示拒絕交保 我寧願失去自由 接受羈押 為了就是要凸顯出 這件事情是多麼的離譜 檢察官一直勸說我 將近一小時 後來也考量到家人 及雙親的健康 或於無奈 同意交保 一千萬這樣的交保 你會覺得太高嗎 我的太太五百萬交保 我部分一千萬交保 所以相較於 我剛剛提到了 那麼多 那麼多的對比 包括台南的雪角相機案 那你們覺得合理 是不是因為顏色不對 就是雙雕 顏色對的就沒事